为什么我们养长寿花 养的时间长了 到三年四年五年之后 它的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由于根系长得不够活跃 新根没有太多长出来 就会导致它生长缓慢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一般都要给它换土 或者是改良一下土养 如果说不想换土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长期给它使用的话 可以让这个土养疏松透气 有机制丰富 还有更重要的是 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还有一种枯草牙包柑菌 这种有机制 它可以抑制土养中的有害微生物生长 又可以促进长寿花的根系生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养长寿花 不管养成多大的老庄 照样可以生长活跃 当然了 我们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可以结合其它速效复合肥一起使用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